两岸的状况是很严峻的 我没听吊胆的 现在状况的确是很紧张 一个处理不当的话 我很担忧是擦枪走火了 国防部长邱国正坦言 两岸状况很严峻 担心可能会擦枪走火 更说自己睡不好 难道两岸已经兵凶战危了吗 邱国正此话一出 引来总统府高度关注 三内新闻独家掌握 由府方高层不满邱国正发言 说他是自走炮 还急致电军方了解邱的说法 确认邱国正意思是 必须料敌从宽 御敌从严 做好充分准备 而非濒临战争 对于府方是否关切 国防部发言人强调不知情 而民进党立委私下帮邱国正缓夹 他只是要提醒 不能轻忽中国威胁 陆委会也紧急消毒 目前两岸的这个情势 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其实邱国正发言 传出长跟高层意见相左 像是兵役恢复一年时 邱国正主张保留刺枪术 态度强硬 传出跟当时国安系统 有过激烈讨论 而在清德上台后 邱国正可能不续任国防部长 我们在军中有一个讲法 就是不能九任一级 很少有国防部长跨总统继续留任 对于邱部长来说 军人性格有话直说 这样的方式 恐怕在对话过程中 还是要讲得更精确 更精准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邱国正向来敢说敢言 但大炮性格引发争议 520后去留备受讨论 再次我们下期再见